大家好,我是Jess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想要给大家带来六套西服的穿搭 这六套西服呢,包括我自己身上穿的 是颜色比较鲜艳的 还有很多就是基本每个女孩子一处里都会有的格子的 还有黑色的、深蓝色的 因为上一期视频呢,基本就是放一个lookbook给大家看 然后这一期呢,主要讲一下美容单品、大牌子 还有说我的搭配灵感 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那么第一套穿搭呢,我搭的是一个Georgia Armani的这个 秋冬季的外套 它面料呢,都是这种稍微融一点的质地 然后它垫肩这里做的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溜肩的人 然后它这个垫肩呢,就是感觉说可以把这个肩垫下来 其实我本身的肩是在这里的 就整体感觉肩部的线条会更宽一点 然后更往上去一点这样子 也会显得整个人更有精神 它的颜色是这种桃粉色的整体 就会让人觉得很亮 有一期开箱视频说过的Valentino的这个T恤 所以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休闲的穿搭 裤子呢,就是一个牛仔的铺动裤这样子 就是增添了它更多的休闲感的元素在里面 鞋子呢,在之前的视频里出现过是一个白色的小羊皮靴子 因为整体的色调呢,它都是低饱和度的 除了这个西装颜色比较跳以外呢 颜色都是非常非常浅的 然后里面选了一个红色字的这种T恤 如果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大概都知道这个 就是它后面是一个扣的 它这个就是脚弯那里呢都是比较细的 牛仔裤还是可以塞进去 它是有足够的空间的 就是更大胆一点,更有趣一点吧 这一身好像比较寒一点 然后我就把刘海放下来了 二身是一个叫Victory的一个欧洲的牌子 本身它不是一个定位特别年轻的这样一个牌子 但是更多有成熟稳重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价钱是在中等吧 然后质量都是非常好的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里面穿的这一件T恤呢 是Mission Magella的这个T恤 它就有一个大框框 然后有比较经典的元素 就是那个零,那个数字的那个元素 让我感觉还挺好看的 平时挺好搭的一件T恤吧 它整体的版型是那种oversize的 图案非常的多 但是感觉不会乱 图子呢是来自一家淘宝店叫做小镜 所有的信息我都会放到底下信息栏 它家衣服呢就是稍微偏网红垫一点 但是我整体买了几件都觉得质量是OK 然后面料什么都还可以 我觉得穿两个季度是没有问题的 比较显腿长的那种酷型吧 底下鞋子我搭了一个Rare的这个牌子的鞋子 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 我会把连接都放到下面 然后它家这个鞋子就是包括它的鞋跟啊都是用布那种包支在一起 它不是说只有你整个鞋面是布的 它包括跟啊还有一些它的就是侧面的里都是布的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穿着它逛街都都不会觉得脚酸啊很累什么的 行吗或者出去就是说下班去喝杯咖啡啊 完全不用换衣服的这种 很适合日常通勤的这样一个 大家对西装比较喜爱的话应该都会有这种格子西装吧 只是拼色会可能会不同一些 那我身上这个西装呢是Saba 就是一个欧洲的小众品品牌吧 但是这两年可能是也是做的挺好的吧 相信有些小伙伴应该也知道这个牌子 然后我身上呢是一个10号码的 我本身是穿6或者8码的 这样显得就可能没有那么的正式死吧 那也像宫廷风的那种扣子 但是整体的这个袖呢 这个袖子这里呢就是一个比较瘦的这个 所以包括后面的剪裁 它都会在腰臀那里开一个小缝 然后腰是稍微有一点点瘦腰的 肩是稍微垫起来的 但是没有前面那个George Armani的那么平 所以不会有太大的攻击感 我一般就会喜欢在里面搭一个T恤 然后里面搭这个T恤呢是一个 Li的这个最基础的T恤 我觉得它还挺好做内搭的 然后下面穿了一个黑色的牛仔短裤 这个短裤呢我是非常推荐的 是Alexana One的 它裤型本身是非常好的 长度也是非常OK 非常显腿长显腿型的这个 就很多的短裤呢 它不是斜面上去的吗 就是在我们的胯内胯位置呢 它会稍微多一点不了 在外面这个大腿两侧 不会少一点不了 这样在侧面的视觉上会显得腿更长一点 这个短裤呢它是稍微偏直筒一点的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拉丝的那种牛仔 整体的布料也是非常软啊 不管你是下蹲啊还是怎么样 去运动啊或者是逛街都是非常舒适 common project的这个小白鞋 里面我搭了一个稍微偏公文包的一个 这个中骨包 然后它整个呢其实包型是稍微有点宽 收藏的时候可能没收藏好 你就可能看到它就是这样叠放的 所以它这个包如果你里面不太放东西的话 是不太能立得起来的 但是我就觉得它是整体来说比较大气的一个这样的包 然后皮质呢是这种牛皮的 这是很大气的这种大扣 然后就是两个叠层 他们家的包屋里面就很爱放这种 就是爆纹的这种 就我觉得里面不是很好看吧 但是这个包本身也不是很贵 因为年纪也是稍微大一些 没咖啡是不是不行 下午了 现在在这家待着的话 感觉就没日没夜的都不知道今天是星期级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牌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 然后我会把所有的链接啊 信息都放到信息栏里方便大家去查看 我不知道在国内的小朋友可不可以买得到这个牌子吧 感觉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 如果买不到的话 其实它这个版型来说跟优衣库的那个今年初的U系列很像 但是颜色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吧 就是它会有一点紫调在里面 搭不好非常容易老气的一个颜色 这个调子里面是稍微混着一点点紫色的颜色的 所以它这种紫色就比较好 鞋子我还是搭配了刚刚说过那个白色的小羊皮的鞋子 在之前的好几个视频里都已经提过了 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好走的鞋子 然后整体的鞋跟的设计感是非常好的 然后裤子呢也是之前提到过的一个淘宝店 它家是专门做这种比较修腿型的这种长筒裤的 颜色啊什么的都是非常的简洁 不是白色就是米色啊或者是黑色这种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它家质量还不错 那这种薄荷绿的颜色 上上期做的一个开箱视频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Metris Fashion里面的这个格子的衬衫稍微容易点 就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现在遍际的这样的天气穿的 英国的小众品牌叫做Mark's & Spencer 那这个牌子呢就是相对小众一些 然后复古感比较强的一个 因为近两年比较出的比较多的西装 大概都是戴领子的 这一套西装是没有领子的哦 领子就直接弯过来的 这种西装七八十年代非常盛行的那种 我觉得这一套就非常像致命女人 就是White Woman Q里面的那个Housewife 她穿的那个那种风格吧 为了增加一些现代感呢 我在这边搭了两个近两年比较流行的这种彩色的发卡 这种鞋带在侧面戴的 一个是薄荷绿的 一个是黄色 鹅黄色的 这个裙子是一个包臀裙来的 它是腰非常的收到胯那里稍微扩展一些的 然后这一套look呢 我搭的还是同样的小白鞋 为了打破整体的这种色调感呢 我加了一个非常鲜艳非常红的这种裤带 然后这个皮带呢是牛皮的 所以它相对来说非常的硬挺 可以把整个夸夸的版型给它收 意大利的小众品牌叫做Tanel 它个体的剪裁 从一些细节来说都是比较尖锐的 包括你看它这个领子 就是属于这种像燕子尾巴的 整个的垫肩也没有说 像现在来说比较厚的这种高垫肩 然后这里呢稍微做了一点尖角 就会有更多的这种女强人啊 它的喇叭裤 它整个的裤型呢还是比较显瘦的 但是这个裤腿是稍微来说比较长的 我身高是1米68 我都觉得hold不太来的那种 因为搭配这套我用的是一个大菠萝的 这个小猫跟的高跟鞋 大概是3到5厘米的 我也觉得说这高度对于这裤子来说 是不太能撑得起来的高度 红色比较洒的这种口红 那为了打破这种相对来说稍微有点显年纪 显正式的这种look呢 我在里面搭了一个针织的这种浅粉浇带 本来黑白色就会给人一种更严肃的感觉 裤带呢是一个below the belt 是Candle把这个带我 然后包括凯莉也有带一些这种裤带 我买了也有个三四年了 我也觉得就是看起来还像一款新的皮带一样 好了 那以上呢就是这期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呢 记得给我点赞 然后记得点关注 这样以后我更新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收到提醒了 我自己的灵感是有限的 如果说大家有些新的想法 想要跟我一些交流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每天都会check大家给我的新的留言 或者说有一些新动态的 那我自己也有想说 把这个频道越做越好 所以可能在粉丝达到一千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送一个大礼包 不是一个 很多个 然后会在你们当中抽取 这样子 不管是国内的小伙伴 还是全球各类小伙伴 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些东西送到你们的手中 送到你们的手中 然后那这就是这期的所有内容了 我们很快再见 好 那么 不 不 太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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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